慘了我這個是幼幼班的嗎 給大家看 迷你蝴蝶結 哈囉大家好 我是馬鈴淑珊葉玲 今天是我的小放假 大家有沒有非常懷念 我們的小放假單元呢 我真的覺得這個小放假單元 已經封印了 有一年了吧 雖然說呢 我們也有飛出國啦 但是好像很少跟大家分享 台灣的觀光 剛好呢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個 CP值很高又很夯的一個 新北觀光工廠 輕旅行套票組 因為只要299元 就可以唱完兩個觀光工廠 那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套票組呢 其實是要上KK代平台 對就是這個 新北觀光工廠 輕旅行套票組299元 它底下呢 有非常多的方案 一共有8個方案 那我們就來 給大家看其中一個好了 像第一個呢 新北生活好事 那這個都是跟美食有關的 你就可以看一下詳情 那我覺得這個299元 費用啊真的非常的划算 你看 它有包含 入場券一份 導覽一份 但是這個導覽 記得要先預約喔 然後還有DIY 像比如你參加這個 鳳梨書觀光工廠吧 那你就可以體驗 自己親手製作鳳梨書 以及最後呢 還會獲得 精美特色小禮品一格 我覺得這個小朋友們 真的會見教耶 今天呢 我們已經預約了 兩個觀光工廠 我個人是非常的期待的 那先來跟大家說一下 我們地理位置喔 我們已經來到了 因為我們今天兩個觀光工廠 安排的景點都是在土城 那我們第一個呢 就先帶大家去一個 以時間為主題的觀光工廠 我們今天是搭捷運來 等一下呢 我們會騎右拜過去 好我們先來去騎右拜吧 走 好的 那我就要騎右拜過去了 因為騎右拜過去 其實很近喔 大概2到3分鐘的距離就到了 因為它的觀光工廠 都在捷運到附近 真的 我們來響應一下節能減碳 小編等一下你自己也要跟上喔 好 那我先出發 掰 地站要參觀的觀光工廠 是在土城工業區附近的 網頂時間刻意體驗館 它是台灣地作 以時間為主題的 科學藝術體驗館 網頂憑藉著一條龍的自主技術 集體轉型創立自由品牌 ATOP世界時區玩表 現場導覽一共有分為六大區域 像是鐘錶精品區 時間探索區 國際時間區 品牌簡介區 食音原理區 以及體驗探索區 那導覽課程是以時間為主 透過五感 趣味生活化的體驗時間 以及了解各國世界時區 還有鐘錶如何製造組裝 和相關重要零件 我這裡現在 加時宜是白天 有太陽 當轉到我們台灣的時區的時候 就會啟動我們音樂中的部分 真的耶 剛才聽過台灣 因為我們台灣在日本韓國的旁邊 只要一經過台灣就會有音樂了 就會唱歌了 然後這個木頭呢 它其實顏色有分深淺 顏色比較淺的是我們台灣 春天和夏天增長 因為那時候水分比較多 飲料數比較夠 讓它長大的比較快 我覺得這應該是秋天 答錯了 連以為橘色都出現了 那還有另外一個橘色就是夏天 答錯了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沒有可能春天吧 恭喜你 還有第三次終於答對了 這個是春天的時候 真的喔 真的喔 喔 好我們現在要開始做教學 我們要先讓你們體驗 我們食音中基型的DIY的部分 你看一下喔 我轉的時候 欸真的好酷喔 哇 原來是這樣子的構造 欸超酷的 現在終於知道了 好直接放進去 對 好這時候 喔 來 你的會動嗎 太神奇了 剛剛清清放進去的時候 它就在走動了耶 原來以前我們看的時鐘 它裡面是長載運作 真的 小朋友應該會蠻喜歡的喔 會覺得哇 終於完成自己的時鐘了 這個是我們的石頭紙 用花蓮的大理石粉去做的 它有防水防蔬蟲的功用 那你猜猜看 你覺得要先裝哪一個 好像是短的要先 你答對 通常一般的時鐘都是 10針是從來最像的 好我來跟大家分享一個活動 今天我們不是有跟大家講說 我們直接從頂埔站那邊 可以直接騎U-buy過來嗎 不是可以節能減碳嗎 這邊有一個活動叫做 完成低碳旅遊任務 就是完成以下這五個任務 有哪些任務呢 像是搭乘交通工具 比如說U-buy啊 自備環保餐具啊 環保杯等等的 或者是環保購物袋啊 或是吃當季食材的朋友們 然後或是隨身攜帶手帕 這是我小時候會做的事 長大以後沒有做這件事 但是鼓勵大家可以多做 然後呢 你們就這樣子掃QR code有沒有 來 進到畫面了 這邊呢填寫個人資料有沒有 送出 可以獲得一百元新北幣耶 每個人最多可以獲得五百元 還有另外一個抽獎活動 我覺得這個超酷的耶 像是我們今天不是有參加 關鍵工廠嗎 你只要挑選其中三家 所以等於說你就是參加完 三個關鍵工廠有沒有 通常我們來參加關鍵工廠 第一件事會做的是什麼 要拍照 對 拍照 留念對不對 拍完照以後呢 上傳你們的合照有沒有 然後呢 就可以獲得抽獎機會了 一樣要掃QR code 我覺得呢 這個關鍵工廠裡面呢 有一個我超級有興趣想拍的 就是這一顆 完成任務 完成了今天的導覽 還有時鐘的DIY 我覺得整個過程真的超棒 超酷的 吸收了非常多的知識 大家如果有完成以上的導覽 還有DIY課程呢 都會獲得精美小禮物 這次獲得的精美小禮物呢 就是時間寶寶的磁鐵一個 然後還有這個 可以拿來記事啊 或是寫東西 一個像是記事本的東西 另外呢 還有優惠券耶 欸 九澤優惠券 任選其中的商品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下次也可以來這邊參觀一下 我覺得還蠻酷的 吸收非常多的知識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去下一站了 下一站也是非常的期待喔 那我們現在趕快出發吧 走 第二站帶大家來到了 聖瑪麗蛋麥麵包莊園 哇 這個是全台唯一的 蛋麥麵包觀光工廠耶 那我們就帶大家簡單參觀一下 一樓是麵包販售區還有餐廳 導覽前大可以先在這邊用餐 二樓是麵包產線基地 可以讓大家了解麵包的生產過程 也知道原來 蛋麥麵包的起源 不在丹麥 而是奧地利 三樓是蛋糕產線基地 一樣可以讓大家看到蛋糕的生產過程 也了解到有關蛋糕的相關知識 例如生日為何要吃生日蛋糕 四樓是文化展示區 還有DIY教室 有漂亮的麵包造景牆 這有味道的耶 看是拍的 好香喔 連那個柔軟度 都有點接近像麵包的高體了 我覺得一個更酷的 就是這個十二星座的專屬麵包 聽說他們是 依據消費者的購買習慣 抓一個大數據 然後呢每個月份呢 都有代表 比如說壽星最常買的一個麵包或蛋糕 你看每一個星座都有不同的代表喔 像是比如說 雙魚座是草莓大福 牡羊座是香蒜吉士軟化 超酷的耶 這個是我最拿手的 因為其實我之前有自己去體驗過做蛋糕 然後雖然是零經驗 但是一試就成功了 我覺得這樣就可以直接吃了 好香喔 它奶油香氣也是超濃郁的耶 剛才第一家我們不是完成低碳旅遊任務了嗎 第二家公安工廠呢 我們一樣也是來找一下告示牌 來來來在櫃檯這邊 一樣先掃一下 大家記得一定要先掃QR Code 然後到上面去填寫表單喔 我們今天完成的就是騎U-Bi 所以是大眾交通 然後我們也有期待環保餐具 然後打勾送出去以後呢 我們就可以獲得 新北壁 只要你們到每一家公安工廠啊 都可以尋找這個告示牌 再重新領一個100元新北壁喔 所以總共我們今天領了200元新北壁 如果我們下個禮拜 再去其他公安工廠的話 我們又可以繼續再領 最多呢 每個人可以領500元的啦 超級充實的有沒有 我們今天已經完成了 兩家公安工廠的任務了 這兩家的公安工廠給我的感受就是呢 我覺得學到很多的知識 然後最重要的是體驗DIY的活動 這不管是大人小朋友們 我覺得都會非常的喜歡 像剛剛體驗做的那個父親節蛋糕嘛 親手做蛋糕給爸爸 爸爸會開心死吧 對不對 邊吃邊留言耶 是 所以呢 有小朋友們的爸媽媽呢 可以參考以上的行程啦 最後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另外一個活動 就是9月9號禮拜六的時候 在三井Outlet呢 會舉辦20週年的關關工廠Party 所以呢 呼籲大家可以來參加這個Party 因為這Party呢 超有趣的 一樣也是有體驗DIY的活動 然後還有摩采活動 以及親子舞台表演 所以整個活動流程 也是會非常充實的啦 好的 那我們以上的影片呢 就分享給大家囉 如果大家有喜歡這支影片呢 記得按讚跟分享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拜拜 要在關卡 大家招待 還在五個月 幫我的影片 更多 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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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